你也不知道这两百多万 你拿怎么解决 他能追到载 大家会害怕 大家会很怕钱 你这个法规 刚好就管他到他 难道路骨香清水邮局 26号金船抢案 欠了两百多万 加上宾室 还有150万的车贷 才会铤而走险 社会悲剧贫传 今年初高雄也发生 一家五口亲生案 都因为负担不起 融资公司债务而走上绝路 甚至有人因为无力偿还 车子就像这样 直接被拖走 表面上叫两个穿西装的过来 后面跟着两个嚼冰囊的 这叫做有牌的地下钱庄 不是吗 根据经济部商业发展署统计 全台登记融资业务公司 至少6800家 规模高达7000亿 如今被披露 台面上合法正当 台面下却乱象丛生 融资公司它属于我们一般灰色金融的范围里面 它是一种另类出来的东西 你这个法规刚好就管不到它 他是阿和 今年41岁 回想当初急需用钱 一步步走入融资公司圈套 其实有机可循 他都会讲说 他们是一个正当合法的公司 他会问我说 核润集团你有听过吧 就像核润租车一样 那广告一直在打 然后玉富是说 它是玉融集团旗下的公司 上市公司品牌够大 具有公信力 就这样 阿和一路从大间的玉富 和润在借到小间的亚太 乔美累积到225万负债 11年的机车 市价约8000 在和润可以带到30万 用商品贷在玉富带到38万 亚太老保带10万 乔美的商品贷 只要找冰箱拍照 就能现借20万 堂堂大公司却释出 不符比例原则的超额贷款 加上十拿金额 得扣掉其他加收费用 算下来的利息高不可攀 利息是13万6千吗 对不对 对 然后钱这样你拿到的 这样子喔 对啊 然后再除以 你拿到的 你看 所以是 物事1% 对啊 那这不是高利贷的 就是高利贷的啊 黑暗都不得了 他完全符合六多金贷款的定义 过高的利率 放款给还不起的人 过度的贷款 这个担保品或是这个人的信用 根本没有那么好 第四个就是不当的 不合法的催债手段 阿和回忆 当时每月要较高达 五万二利息 薪水只有三万八的他 完全无力偿还 融资公司一开始温柔提醒 但渐渐的 他们露出真面目 软的要不到钱 便来应的 他们等了好几天以后 可能一个礼拜过 你怎么还是没缴钱 他们开始就是 就会用各种手段 就开始用电话 讲话就不会那么客气 阿和陆续收到简讯 融资公司除了恫吓 要强制扣留财产 将抵押物取回 还寄存证信函 扬言提告 他这个就是先告知你说 你名下的所有东西 我都要做一个强制扣留 而且这是合论集团 预赴寄来的这个 你叫什么 纯正信函 你已经违反 违反刑罚了 他会做一个刑事告诉我 他就说你就是恶意诈欺 你就是诈代 现在三大体系里面 第一个是中租 下面中租合笛 然后接下来子公司 孙公司 然后御荣 下面有预赴 御荣 然后合态下面 合论在下面 这些孙公司 孙孙公司 有一些就会做出 非常恶劣的行为 比如说他有一点合约 叫你签 可是他中间签的 一点文件里面 就会有本票 本票上面通常都没有 注明金额跟日期 所以他要是要你还12万 你也莫可奈何 他们就会到法院 去强制执行这一张本票 台面上一切合法 但追讨债务的台面下 却是山雨欲来 暗藏风暴 他会跟你讲说 我知道你在哪里上班 他会把公司住址报给你 然后再把家里住址报给你 愉快的电话铃声 却是阿和家的噩梦 因为只要阿和手机不通 融资公司便打到家里 连公司同事 朋友 家人 都接到骚扰电话 濒临 崩溃边缘 以前当晚在 在那个烦恼这个事情 连到今天也在烦恼 只要有默讯的电话 不敢接 为什么不敢接 恐吓电话 心神不宁啊 弄得这样是 可以说是我老婆一样 弄得这样津贴苦料一样 他能吹到债 大家会害怕 大家会很塌钱 就是一个人 当他在负债的时候 他会想办法去借薪债 还旧债 那补了之后融资公司 又跟他们用强力地吹 他又要再去借第二家融资公司 或是再回头跟爸爸妈妈要钱 那会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贫穷继承 这一部分做到过头的时候 它产生造成社会问题 跟社会伤害的时候 它其实是把它的成本 转嫁到整体社会里面 立委王世坚指出 融资公司长期规避三大法规 公司法不能放贷 民法利息不得高于16% 以及刑法重立罪 不但让借款的金融弱势 陷入新形态的债务漩涡 专家更发现 债务人面貌更有年轻化趋势 钱没到 债先来 刘小姐坐上自己名下的休旅车 但这台车它根本不会开 原本是要借钱的 现在却为了车贷 连生活都快过不下去 这些族群它的受信 它可能在正常的信用市场里面 金融市场里面借不到钱 或者是它朋友圈也借不到钱 它就会跑来这里的 第二个是贫困者 它已经没有其他管道了 它可以利用身份证 双卡 健保卡就可以借到钱 然后年轻人也常常用 针对金融弱势 融资公司本来有机会达到普惠金融的成效 但多家公司却挥舞合法旗帜 游走于灰色地带 实则藏有巨大陷阱 你没有一个法律 你没有法律 你就没有办法限制说你借的金额嘛 对不对 你高兴 你都没有工作 我也可以借你借你两百万 面对各种争议 中租 豫荣 合润三大融资公司 除了共同拟定自律公约 也透过业务通路 宣布全面调降 弃机车可贷乘数 其中机车可贷额度 从最高三十万降至十万元以下 但亡羊补牢 不计其数的借款人 依然被高利债务缠身 而且还有数千家中小型融资公司 游走在民间 网路 以各种名目玩弄着可怕的金融游戏 我们的政府嘛 应该把所有的这一类的灰色金融 全部都纳入到一个民间金融交易的 一个法规里面 不应该在任职自由发展 完全不管 金融专家以灰犀牛事件 来比喻明知即将发生危险 却不做预防 终将受到重大伤害 新型态债务风暴 就像迎面而来的灰犀牛 政府应即刻对融资公司进行管制 或着手制定专法 否则任由乱象持续扩张 只会有更多财务弱势者 落入金融黑洞当中 调查中心附加新李军 陈运祥吕欣域采访报道